后方小客车完全没有减速 直接撞了上来 小法师被撞到三车 车内11名乘客东倒西外 其中还包括一个不到一个月大的小婴儿 长夜惊险万分 这场车祸发生 在大队后悔 时不瞬间 全都被公车上的监视器给露了下来 也让人意外发现 妈妈舍命护子的暖心一幕 而在江苏南京 有一对情生母子在搭地铁时 母亲疑似太过劳累 证明小男童便让妈妈躺在自己的大腿上 变慕养神 我上车的时候 他们五十两天就在车上 妈妈已经躺在保护的腿上 小孩在模仿他妈妈的 从来一样 像大人那样 从自己的孩子睡觉那种开 搭车的过程中 还不忘提醒妈妈倒战了 小小暖男的贴心举动 让不少网友耻乎暖心 真是个懂事的小朋友 记者综合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10点